大家好朋友们给您看看这个 那我想说我们两个可能自行的官方渠道不太一样 哎您说 这是我理解套外毒用的意思 因为我是学建筑学的 您可以不用跟我讲这个逻辑和理念 首先我们所有的排水道全部是有回流汪管的 不存在气溶胶空气密集的传播的可能性 其次如果阳性感染者 它是公用的储位空间的话 那我可以理解你们 我们同楼层都属于密集 你说这个不存在气溶胶这个传播的可能性 这个话我就觉得没有问题了 对吧 这个话首先建筑化什么意义 对好 虽然我也不是针对你建筑化 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同楼层呢 你也看到我们这个老式的房间 楼道其实相对也是比较狭窄的 然后蒙一轮之间距离 我们现在目测都看不到 你别说一米之里 有一个半米都不到 台都不见基督线开蒙进出 首先您说的台头不见低头见的问题 第一我想问一下 昨天晚上所谓404阳性转运 在我昨天晚上就在门口旁边 我在这个位置上坐着的时候 我知道就是咱们所谓的转运人员来进行转运的时候 好像并没有对他的核酸结果进行复合 是直接选择带走的 是这样我告诉你 他的核酸检测结果就是阳性 结果已经出来了 但是疾控中心有规定 不管是不是魂管或者单管 第一次检测阳性之后 转运中心要进行转运的时候 需要对所转运的疑似 或者确认病例进行第二次复合 昨天晚上并没有依法进行第二次复合 你们选择是直接把人带走 那我就再回答你这个问题 转运已经有疾控中心负责的 对吧 这不存在是我们来选择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不存在你们来选择问题 那你既然知道 你已经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你也是听疾控安排的 那么很简单 如果要强助转运我们 请让疾控来上门 带着相关文件 我完全配合你们任何 那我再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虽然说我没有疾控中心专运 这是可能肯定的事情 那么我们同楼层所有的军令 也肯定没有疾控中心来专业 对吧 那在这个方面 疾控中心一定是权利 那么现在我们这段任务 其实就是疾控中心下达的任务 您如果质疑说 这个东西不是疾控中心下达的 你可以去相关的地方申诉 但是我今天上门来 我现在就是宣传这个政策 因为我的 好我理解 您上门的意义是 作为所谓的宣传这个政策 但您并没有执行这个政策的权利 是吧 我现在给您解释一下 我现在得到的相关的这个政策 行 这样大家都节省时间 我也不跟您浪费您的时间 第一 您说您现在是没有相关文件的 您只是得到了 市集共中心所谓的指令 然后宣传这个政策 第二 您这次上门并没有 强制执行的义务和权利 只是负责 得到了所谓集共中心的宣传 然后来向我们进行相关的宣传 以及宣讲工作 柔性宣讲工作 我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好的 那您这两点我听得很清楚 那我现在也不质疑您 或者您跟集共中心那边是怎么沟通的 正好我们公监法部门的成员也在 我在昨天晚上得知我们同楼有阳性的情况下 我已经拨打12345市集共中心 以及110指挥中心 还转到了咱们邪土路街道派出所 我都全部做过了相关咨询 您如果是邪土路街道派出所 您应该可以去问一下您的同事 昨天晚上我是实名报过我的名字 以及我的房号 我的户号 我做了一个咨询地话 所有的管理层 昨天晚上跟我说的统一的 统一的说法是 没有任何强制政策来配合执行 那么很简单 我的诉求也很明确 如果您要我们全要配合转运 您也说了既然是市集共中心给的 指示指令 那么很简单 市集共中心拿出盖章文件来 我一定配合 如果在不出境任何文件的情况下 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 要求和约束情况下 不好意思 我根据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 我可以依法拒绝你们进门 并且执行一切强制性活动 既然大家今天都是很文明地在交接 你们也没有采取强制性活动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 一个沟通和交流 那我现在我诉求也表达清楚了 您说我可以继续向相关部门 不管12345也好 不管市集共也好 继续去反馈 没问题 我会继续去反馈的 那您这边如果得到正确的 并且有盖章件 或者是公监法部门 出具的相关文件 让我们同楼层也好 整栋楼也好 配合转运 那请您带文件过来 我立马收拾东西跟您走 我说的很清楚了吧 我还是跟你说一下 这块呢 虽说是我是宣传 但是我宣传的背后 并不仅仅是代表我一个部门 我明白 我明白 我明白防疫是全民 全民全政府 一起通力合作的工作 您也不用跟我科普 您也不用跟我科普 医护相关工作知识 因为我家里也有做传染病的 科室的医生 您说 任何没有转运的密接 自密接也好 它本身都是风险 说白了 您也知道 既然您也知道 虽然说我们刚才 或许有一些东西 您认为您是次密接 我这边得到消息 您这边是密接 但是不管是次密接 还是密接 都是一个风险的团体 对吧 这边是很肯定的 那么 当您明明知道 这是风险载体的时候 您对于我们这个上门的宣传工作 其实是否定的一开始 因为为什么呢 我没有锁定您的宣传工作 您宣传的信息 您不要扭曲概念 您宣传的所有概念 我是全部接受的 但是 我要告诉您的是 中国是一个合法 依法 有法治国的国家 那么你们要依法执行权利 我作为公民 我一定要配合 但请你们依法 第一 没有相关法律 第二 没有相关政策 第三 没有任何政府盖章的红头文件 那我为什么要配合 你们所谓的工作呢 这是我公民的常有权利 这不是我拒绝 我不接受你们宣传 这个您不要扭曲这个概念 我现在要回答您的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我要 想说的这个观点 这是什么 首先就要想观点 这是什么 这是您这边 既然是密接或者是密接 你而且 请你不要再扭曲概念 您现在所谓的密接或者四密接 您说是相关部门 给您的指令 是宣传定义我们为密接或者四密接 这个说法是您现在一面之词 您没有政府盖章的红头文件 出来之前 认定我们是四密接 或者认定我们是密接之前 我们怎么来去判断 我们是或者不是呢 没有人知道这个答案的 很简单 不能因为您是公检法 您一言之谈 就来定义我们每个人的定义 或者个体的一个存在的定义 没有这种定义方法 但是现在有个情况非常清楚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流道 这个环境里面 所有同龙侧的人 其实都是有同行的 我理解 那您这么说的话 按照121号之前从感染 从疫情封控开始到现在为止 121号从来没有任何感染 那么之前做核酸 取快递 大家都可以正常到 五十五六号小花园去 那如果按照您 您这个定义方法来算的话 121号404 如果确认是阳性 那么整个小区 或者至少第四天区 所有人都是四密接 因为空气里面 一定会残留的病毒 我对您这个观点 我要进行一下警示 空气当中传播 在小小的空间 空间当中 空气达到 这个病毒达到一定能度 病毒要达到一定能度 并且它有一定的存活时间 其实我告诉您 不管您政府的官方消杀 有没有来之前 我们都已经正常做好了 居家隔离 以及正常居家的消杀 如果你要带我们走 可以 那你们不需要再跟我说 其他很多余的事情了 我现在只是想告诉你 如果疾控中心 有民文规定 规定我们是密接 并且规定密接要配合转运 我立马跟你走 不做任何政材 哪怕他告诉我 定义我是四密接 四密接也要跟你们走 我不做任何政材 立马收拾所有的个人物品 跟你们出门 但是在没有见到任何官方文件 以及盖章的官方红豆文件 或者说政府上海发布平台也好 邪徒录的街道发布平台也好 任何平台 出去正式的文件 或者官媒发布说明之前 我有权利既不退和你们转运 你所表达信息 我都已经接受了 你如果说要 或事后要依法追踪 我所谓的违法责任 那没关系 我们今天的全程录音录像 我都会保存 如果事后有证明 我违法了哪一条法律或者法规 那您随时找公监法来上门 好吧 我们说得很清楚了吧 我都还会来找您 我们说得很清楚了 我再来找您 好 您随时来 其他市民进行 我还要做宣传 可以 您不用再来找我 您在拿到正式的盖章文件之前 请不要再来打扰我 我还会来 继续来到美加美国宣传的 我可以不接受您的宣传 您随便敲门 您可以随便敲门 我没有权利 我没有义务 一定要接受您强制宣传 嗯 说得好 这警察啊 就要觉得自己穿身官衣 穿身狗皮 老百姓就得无条件的 是吧 臣服于你们啊 现在整个上海都是在犯法 整个上海就是一个集中营 嗯